梁洛诗里泽凯分手那一幕!原来不是豪门戏夫!怒甩300亿富豪真性情! 梁洛诗付出让大众又一次关注了这个豪门戏夫! 梁洛诗给李泽凯生了三个儿子仍然没有嫁入豪门成为李太太,路人都说她是豪门戏夫,但知晓事实的才知道这个女子独立爱自由! 有爆料称,李泽凯曾向梁洛诗求婚,但梁洛诗拒绝了。 旁人看起来的豪门梦碎,只不过是她在豪门和自由之间,选了自由而已。 最近,吸引多年的梁洛诗全面复出了。 她的经纪人Kame在社交网站上晒出了梁洛诗的照片,剪了短发的她,英气十足,又不是成熟女人的妩媚。 每当说起梁洛诗,人们总会说,哦,就是那个豪门梦碎的。 她与李嘉诚之子,身价300亿的商界小巨人李泽凯的八卦,至今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盘子。 在很多人看来,生了三个孩子,却没嫁入豪门的梁洛诗,是可怜而可悲的。 人们对她有同情,有惋惜,又有鄙夷。 可是,也有人感慨她是人生赢家,因为她短短三十年,就想过完了别人的好几辈子。 18岁出道,19岁恋爱,22岁成为了三个孩子的妈,23岁与李泽凯分手,如今30岁宣布付出拍片,又要开启另一段人生。 这样的女人,果断而决绝,自知而清醒。 她不怕跌倒,也不怕重来,她永远知道自己要什么,不要什么。 不嫁豪门,也不过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的罢了。 娱乐圈从不缺传奇,但能把三十载岁月过得如此跌宕起伏的,梁洛诗依然是唯一的一个。 她的身世也足够神秘,可称之为贫民窟的贵族小姐,据说她的父亲是澳门望族断里基的后人。 梁洛诗一出生就落上了《资生女》的标签,因为母亲是赌场的发牌员的身份,一直不被家族认可。 半岁丧父,与母亲相依为命,她的童年充斥住贫困,歧视,压抑。 为了养家,梁洛诗12岁就辍学,签下了与英皇15年的卖身戏。 中英普混血的她,是天生的美人胚子,随便一张照片,都美得轻力颇俗,与众不同。 尤其是那一双眼睛,前景而清澈。梁洛诗有助一张高级的电影脸。 刚出道的梁洛诗,就顶住张柏直接班人的名号,英皇派了最大牌的经纪人霍问攜带她,可谓是众星拱月,极万千宠爱于一身。 她一不复动望,崭露头角。 梁洛诗主演的第一部电影《崇布之》,一来就是女主的角色,跟她搭戏的男主是偶像巨小天王陈柏林,连当时火得不行的TWINS都给她作配。 在这部影片中,她稚嫩而有灵动的表演征服了观众,也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人提名,并与张爱佳角主影后。 2005年,为她量身并做的伊莎贝拉,同时也是她主演的第二部电影,她一举拿下了柏林电影节影后的提名,同时斩获了葡萄牙影后桂冠。 梁洛诗主演的梁,梁洛诗主演的梁不是阴柔妖艳或者娇俏的,她的梁是英气十足的,还带着一股子爽朗。 所以她可以在刺青里扮演杨成林、陈奕涵这些萌昧的另一半。 而她的英气,确实很难让女孩们不喜欢。 而她的英气,确实很难让女孩们不喜欢。 有这样经验的开场,就注定了梁洛诗的不平凡。 网友们都感叹,她才20岁啊。 是啊,这个时候她才20岁,前途不可限量,未来可期。 如果按照别人给她的安排的路,一直走下去,她或许会成为香港电影里,又一个经典的荧幕女神。 可是,她偏偏偏是一个不愿听命运安排的人,她不想被控制,更不想按别人的意愿过火。 她只想排气,可是公司要她陪吃饭,陪喝酒,她不想妥协,更不愿妥协。 她解奥不逊,她要独立,更要自由。 知道,有一个人的出现,彻底改变了梁洛诗的人生轨迹。 那个人,就是李泽楷,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儿子。 那个人,就是李泽楷,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儿子。 王子和灰姑娘童话般的爱情,总是让人心知神往的。 。 当时九岁的梁洛诗遇见四十二岁的李泽楷,无疑是此生最大的接触。 。 对童年缺失父爱,没有安全感的女孩来说,成熟,有才华,多心的男子,让他们没有任何抵抗力。 。 对梁洛诗来说,更是如此。 。 他和李泽楷一见钟情,爱得天雷沟地火,在整个香港掀起了一阵狂风咒语。 。 爱极了的时候,总要一番掏心掏肺,奋不顾身的。 。 所以,当梁洛诗说要退出娱乐圈,与英皇解约的时候,李泽楷便二话不说,豪志两个意味他熟身。 。 。 大家都知道,李嘉这样的豪门是排斥女明星的,但是,李泽楷全然不顾父亲李嘉诚的面子,和整个家族的名誉,闹得满城风雨。 。 。 为了回应这份浓烈的爱情,恢复自由身的梁洛诗不久后,就为李泽楷诞下一字,隔年又生了一对双胞胎。 。 就在大家都等着梁洛诗母婷子贵,顺利嫁入豪门的消息时,梁洛诗却发布了一则分手声明,表明已与李泽楷分手,再次震惊全程。 。 各大媒体透注种种恶意,嘲讽他,沦为生子工具,豪门梦碎。 。 生下三个孩子,仍未成为李嘉的媳妇,让梁洛诗看起来,就像是一个一心要嫁百亿富豪,却悲剧收尾的豪门妻妇。 。 可是,并非是这样。 李泽楷的好友曾爆料,2010年,李泽楷就曾向梁洛诗求婚,但梁洛诗拒绝了。 。 原因是,他曾经以为金钱、爱情、自由能兼备,但跟李泽楷一起后,他的一切都由对方规划。 。 不能轻易涉足娱乐圈,选剧本,穿什么衣服,哪怕是与好友相聚,都需经过李泽楷的安排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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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种被束缚的感觉,让热爱自由的梁洛诗苦不堪言,所以他主动提出了分手。 。 就连分手后,李泽楷要给他5亿分手费,也被他拒绝了。 。 旁人看起来的豪门梦碎,只不过是他在豪门和自由之间,选了自由而已。 。 虽然嫁入豪门,就意味着拥有风光忧郁的物质生活,但同时,嫁入豪门也是有代价的。 。 。 这个代价就是把你的余生交付出去,由别人来掌舵。 。 。 你要收敛个性,你要规规矩矩,你要成为温顺听话的好媳妇。 。 这样的任人摆布的人生,你想要吗?或许有的人说,只要有钱,也愿意。 。 放住那么多钱不要,是不是傻。 。 可这并不是梁洛师的选择,他宁愿拥有一腔孤勇的傻。 。 年少颠沛流离,长遍时间冷暖的他,骨子里刻住独立,倔强,胖密,他崇尚自由,不愿接受任何人的摆布和安排,更不愿受束缚。 。 他曾在一个采访中坦言,我是需要一个自由度很大的人,如果真的某一样东西要困住我,我会很不开心。 。 在这一段感情里,梁洛师肯定也做过豪门梦,他也曾迷茫过,清醒过,但梦醒之后,他发现一切都是海市渗楼。 。 看清了现实以后,他果断抽身,没有片刻停留。 。 。 他会云淡风轻地说,生命中有时候有些事要来了,你得要选择,不能在同一时刻全部都要。 。 恋爱生子都坦坦荡荡,分手也是干钱脆脆,梁洛师一直都是个明白人,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。 。 他不想做一个失去灵魂的豪门媳妇,他只要做自己。 。 。 和李泽凯分手后,梁洛师独自一人带住三个儿子在加拿大生活,为了减少曝光度,他和儿子们每年只回港两次。 。 。 他把绝大多数的时间,都用来陪伴孩子上学,玩耍,陪他们长大。 。 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亲妈妈,她没有自怨自意,也没有苦大仇深,她和李泽凯约定,可以有各自的情感生活,但一切要以孩子为重。 。 。 所以,孩子们的童年,一直都有爸爸的陪伴,每逢节假日,一家五口也会聚在一起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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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梁洛师带儿子们回港。 。 。 前不久,梁洛师还在社交网平台发布她和儿子的合照,在郊外踏青的母子俩,跳跃着、大笑着,看起来非常开心。 。 她留言说好爱自己的自由,一语双关,这一刻,她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做自己。 。 有了三个可爱的儿子,去年又爆出新的恋情,而现在复出拍戏,开了自己的工作室。 。 。 三十岁,对她而言,新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 。 这样的独立打拼的生活,或许不算安稳,不那么岁月静好,但也一点都不凄苦。 。 她选择了自己最舒服的生活方式,按照自己的心意生活,掌控了自己的人生。 。 活得尽兴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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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得尽兴。 。 张爱玲说过,所有的女人,终有七七之地,不是他人,唯有自己。 。 。 是啊,爱情在的时候就好好爱,而不爱的时候就好好散,不贪负谁,也不依靠谁,她没有成为别人的李太太,而是活成了自己的梁小姐。 。 。 毕竟,与其在爱里委曲求权,一味退让,倒不如适时放手,各自成全。 。 这个道理,如果每个女孩都能早点懂,或许,会少掉许多的痛和无奈吧。参考来源。